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向来在一切事上 耶和华都赐福给他 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 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 我要叫你指着那耶和华天地的主启示 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 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 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 经文说到这个撒拉去世之后 然后亚伯拉罕年纪也老迈了 上帝在所有的事情上都祝福给亚伯拉罕 但是呢 亚伯拉罕老迈的时候 他心中有一个愿望一直没有达成 就是他的儿子以撒还没有结婚 因此呢 他就对一个他忠心的老仆人 他说请你把手放在我的大腿底下 这是一个比较含蓄的说法 就是放在他的生殖器下面来发誓 那代表说这个发誓是很慎重的 会要人命的 所以是放在这个生殖器那边来发誓 发什么誓呢 就是说要帮我儿子 勿设一个媳妇 因为我不要我的儿子娶这迦南地里面的女子为妻 我想整个亚伯拉罕这些年来 在迦南地是非常出名的 然后他也是被很多人尊敬的 但是亚伯拉罕他就是不愿意跟迦南地这边的人通婚 他希望他的孩子能够娶他自己本地本族的女子为妻 仆人对他说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这地方来 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初之地吗 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谨慎 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 因此仆人就特别问亚伯拉罕 如果你不要你的儿子跟迦南地这边的人通婚 因为在这边找对象应该是很容易 可是你不愿意 那我想可能亚伯拉罕他所思考的还是为了信仰的缘故 那老仆人就说如果我帮你找到的女子 他不愿意离开他的本地本族富家 跟我来到迦南地 那要把你的儿子带过去吗 亚伯拉罕说绝对不可以 我的儿子绝对不能离开迦南地 回到我本地本族那里去 为什么呢 第七节 耶和华天上的主 曾带领我离开富家和本族的地 对我说话 向我启示说 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衣 所以他说 绝对不会让我的儿子离开应许之地 因为这里是神向我启示 说要赐给我和我的后衣的 所以以撒绝对不能为了结婚的缘故 竟然离开了应许之地 而回到原本的地方去 我们继续往下看 他必拆减使者在你面前 所以你不要担心神会为你开路 他要拆减天使为你来开路 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 倘若女子真的不肯跟你来 那我使你所起的事就与你无干了 你只要负责帮我找到 我本地本族那边的女子 但如果他真的不愿意跟你回到迦南地 这里来跟以撒成亲 那你刚刚所起的事 就跟你没有关系了 你还是算你任务有完成 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 仆人就把手放在他主人亚伯拉罕的大腿底下 为这事向他启示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 这个亚伯拉罕他是有原则有底线 第一他不要让他的儿子跟迦南人来结婚 因为迦南人他们不认识上帝 不敬拜上帝 第二个他的儿子以撒也不可以为了结婚的缘故 竟然就离开了应许之地而跑掉了 这些都是亚伯拉罕的底线 我们今天常常为儿女的婚姻大事 操心烦恼 是不是亚伯拉罕他的原则跟底线 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参考呢 有时候我们是不是在这样的事情上 没有好好来寻求神的旨意呢 第十节那个仆人就从他主人的骆驼里 取了十匹骆驼 并带些他主人各样的财物 起身往梅索不达米亚去 梅索不达米亚就是两河流域 然后就到了这个拿赫的城 十匹骆驼带了满满的财宝礼物 哇所以这个聘金是非常可观的 然后呢他们就他就往北出发 来到了拿赫的城 拿赫呢是亚伯拉罕的兄弟 那他本来是在加热底的吾尔 并没有跟亚伯拉罕一起出来 那后来这个看起来是他也离开了 加热底的吾尔 就来到了这个哈兰那个地方 就来到了 所以称他为这个到了这个拿赫的城 天将晚 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 他便叫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那里 他说 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 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 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 老仆人呢就祷告了 他说耶和华你是我的主人亚伯拉罕神 这件事情呢不好办 所以需要你施恩给我的主人亚伯拉罕 那求你今天让我遇见好机会 老仆人的祷告也给我们一些属灵的提醒 机会是神赏赐的 因此并不是运气好 或是偶然我们遇到好机会 万事万物都有神的安排 所以呢我们希望有所谓的好机会 是神施恩于我们的缘故 我们不可自夸 十三节我现今站在井旁 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 我若向哪一个女子说 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喝 她若说请喝 我也给你的骆驼喝 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子 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的主人了 她就说如果待会有这样的情形发生 而且完全都应验 那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的主人亚伯拉罕 包含说有女子看我这外地来的人 她善良 她好客好心 她其实可以不用管我的 但是她愿意主动拿水给我喝 而且我没有要求她 她还好心的继续把水也给我的骆驼喝 那这个就是一个记号 话还没有说完 代表她心里面跟耶和华上帝的祷告 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 不料 利百家尖头上扛着水瓶出来 利百家是谁呢 他是比土拉所生的 比土利所生的 比土利是亚伯拉罕兄弟 拿贺妻子 密家的儿子 所以呢基本上比土利就是以撒的堂哥 堂兄弟 那比土利的这个女儿就是利百家 那女子容貌极其俊美 非常漂亮 很像这个亚伯拉罕的妻子 以撒的母亲 沙拉一样极其俊美 还是处女代表还没有结婚 也未曾有人亲近她 她下到井旁 打满了瓶又上来 仆人跑上前去迎着她 说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 女子说我主请喝 就急忙拿下瓶来 拖在手上给她喝 代表她非常的善良 而且她非常的好客 女子给她喝了 就说 我在为你的骆驼打水 叫骆驼也喝足 哇果然就跟老仆人的祷告 里面都应验了 她就急忙把瓶里的水倒在草里 又跑到井旁打水 就非常辛劳的 为所有的骆驼都打上水来 那人就定睛看她 就一直观察 她到底有没有进行的 都跟刚刚老仆人心中 所祷告的都吻合 一句话也不说 代表说她都没有暗示 也没有主动要求 立把家这样做 要晓得 耶和华赐她通达的道路没有 感谢主啊 我们如果 这个办事顺利 按着主的心意去办事顺利 这真的是耶和华 为我们所预备的通达的道路 骆驼都喝足了 那人就拿一个金环 重半个色科乐 还有两个金拙 重十色科乐 这个是相当好的一个贵重的礼物 就给了那女子 说请告诉我 你是谁的女儿 你父亲家里有我们住宿的地方没有 立把家没有想到 这个老仆人竟然会给他这么贵重的礼物 要送给他 而且这个老仆人还问他说 你是谁的女儿 那你们家有没有我们可以落脚的地方啊 女子说 我是密加与拿贺之子 比土利的女儿 又说我们家里有足有粮草 也有住宿的地方 哇老仆人一听 原来是我主人的亲戚啊 所以老仆人怎么样 26节那人就低头向耶和华下拜 说耶和华我主人 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因他不断的以慈爱诚实 待我的主人 24章一开始就说到 上帝在一切的事情上都祝福 亚伯拉罕 而这位老仆人 经文在24章前面也说 这个老仆人是什么 是为亚伯拉罕管理他全产业 最老的仆人 所以老仆人他完全看在眼中 这些年来 耶和华上帝是如何恩待 赐福给我的主人 现在连我主人 他儿子的婚事 耶和华也亲自赐福安排 所以他心中怎么样 真的就很感动 就敬拜耶和华 至于我 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 只走到我主人的兄弟家里 他说连我也经历了 上帝这样恩慈的带领 原来耶和华 真的是差派使者 如同我的主人所说的 亲自一路引领我 就把我领到了 我主人他兄弟的家里 这绝对不是巧合 这是上帝的安排 女子就跑回家去 照着这些话 告诉他母亲和他家里的人 立百家有一个哥哥 原本是兄弟 我们不太确定是哥哥还是弟弟 但在这个近东地区 这个家中的儿子 都是在管事情掌权 不论他是哥哥还是弟弟 他就是家里面 有决定权的人 所以很可能 这个 这个哥哥 名字叫做拉班 那很可能家里的事情 现在都是拉班在决定 他看见金环 又看见金拙 在他妹子的手上 并听见他妹子立百家的话 作者很有智慧 就布下一些这个桥段 让我们看见 这个拉班 他眼睛为之一亮 看见哇 怎么这么贵重的礼物 后来的章节 我们会看见 拉班真的是一个 唯利仕途的人 那从这个 现在从这个小地方 我们就可以看见一些端倪了 好 所以呢 说那人 妹妹说 那人对我如此如此说 拉班就跑出来 往井旁去 到那人跟前 然后呢 见他仍站在骆驼旁边的井边那里 拉班呢 就对他说 你这蒙耶和华赐福的请进来 为什么站在外边 我已经收拾了房屋 也为骆驼预备了地方 拉班看见老仆人 以及那十匹骆驼 骆驼上面 这个驼满了 许多许多贵重的这些礼物 因此呢 拉班呢 就邀请老仆人来到家中住宿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人生中的好机会 绝对不是巧合 真的是你所预备的 主当我们对你有信心 走向一条未知的道路 我们相信 若是出于你 你必拆遣使者 在前面为我们开路 主赞美你 透过今天老仆人 他自己 所看见的 所见证的 所敬拜的 我们真的相信 主啊 你看顾每一个 专心仰望你的人 仰望你的人 必不至于羞愧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